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把那个结果秀给各位看 圆面积部分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做什么 产生一个在URS上面 你要产生一个cycle cycle的话对应的就是一个cycle的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 当我传递一个参数给他 比如说我传一个什么 半径给他 比如说半径是10的话 我要计算这个圆的面积是各式多少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看到 第一个圆面积为这样 所以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第一个这个function 他提供 所以主要的话 第一个我们在URS上面 一定要需要帮我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cycle 并且的话在后面 必须要能够接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 接到之后的话 能够再丢给谁 所以你需要一个这个function 他能够接到 并且能够把结果丢出来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产生这样的结果 其实要做两件事 针对在我们的Eclipse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 如果你要做出对应的这个东西的话 第一个你必须要先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上面的部分的话 这个跟这个怎么样 让他可以接得到 那接得到的话记得 这个东西叫URL 在这边显示东西叫URL 所以对应的到的就是你专案里面的URS OK 所以你如果说你希望能够 具备有这样网页上面能够接收的话 第一个请你在URL上面 要必须要增加这边URL里面的话 必须跟他讲说我的网址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叫Cycle OK 然后后面应该要接接什么 接他的半径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我要接的东西 就是任何的字元都可以 任何字元都可以的话 就是反斜线W 加的话是很多个字 OK 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字元 英文或者数字都可以 我理论上应该是把它改成英文的 比较OK 你们可以再改了 这个地方是 那最后的话后面斜线 然后一个什么 一个结束符号 OK 然后对应到的就是另外一支层次 因为我必须把这个东西的 这个词的结果 它有对应到的这个东西丢给这个Cycle 所以后面这个Cycle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哪一支 你要丢给哪一支 这个方向去执行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呢 你就需要在这边产生一个Cycle 这个Cycle的话 基本上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个 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那个View 这个Views里面 这个Views里面在哪个Views呢 我们在建专案的最早一个MyApp 不过这个名称 如果你不叫MyApp 你可能是别的名称 那MyApp 在这个地方MyApp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Views 所以这个Views里面的话 你必须什么 增加 所以Views这边打开 你变 你一定要增加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Cycle 那这个Cycle的话 这边就是 你在run那个UIL的时候 也记得要把它什么 把它input进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input进来的话 它会产生错误 那这个Views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iews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我把这个词丢过来 然后呢 后面因为会带一个参数 所以你跟他讲说 第一个 我这边带过来东西 通通给你之后的话 后面会有一个A 这个A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透过斜线后面 带给你的这个词 那这个词的话呢 我要把它接到啦 所以接到的话 我先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INT 因为它带过来一定是个字串 那我透过这个A 就是它半径 然后呢 把这个Pi产生出来 并且乘上乘乘平方 然后呢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最后的话 把它print出来的话 用什么Return 记得后面HTDPResponse 面积为多少 OK 把结果给re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到的结果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会是我们要的 当然如果未来字太小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 动一点手脚 比如说字太小 你可以在这边 我之前也讲过了 你可以把它字放到H1 标题1 然后后面的话 记得就是把它再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结束的H1 如果你要字放到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在这个字串上面 动一点手脚 其实它Response出去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一串 丢到网页的原始码 所以原始码里面 它除了有可以字串之外 也支援所谓的HTML 甚至是CSS等等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把它save的话 那一样再Run一遍 你会发现 输出结果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字就放大了 OK 这个是第一阶段 这个是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 主要就是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第一个UIL S 这个 所以这边你要先确定一下 你这个位置 也没有办法正确传递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views里面的话 你必须要建一个方权去接它 那个方权的话 接到后面必须要带一个 逗点A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那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第二 因为每次都从这边输入 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我会希望多一个什么 Cycleform 这个form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变出 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一个表单 无论是手机 无论是一般的电脑上面 这样的方向相对的会比较好输入 否则如果你直接在 那个上方让user输入的话 对一般来说还是太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在这边输入10 Enter 最后结果的话 他一样的话会帮我把 这个结果给带出来 不过我刻意把它分开 因为这个是另外一种的接收方法 刚刚的话我们是 透过那个UIL后面 又多一个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 在这边用get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要先做个表单 OK 那这个上个礼拜 这个作业 所以一 我如果要做这个表单的话 那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一 你必须要在 templates里面 先按右键 产生new一个file 那这个file名称 因为我这边有建议 这个file名称的话 叫 cycleform ok 点html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就放什么 其实这个背后 这个背后的原始码 就是长这个样子 当然有一些 如果成你html 有些不太会打 你可以拿之前的范本 像我们BMI 其实也是一样 主要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个表单 这个我想因为你们之前有学过 像那个Java的JSP 其实做法都一样 一定会有个form ok 这个form里面主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action action的话是把这个结果 你比如执行之后 丢给哪一支 这个URL的function 去让它run 另外的话 就是你的那个Manson 你的方法是要get还是pause 不过目前我们还是以get为主 pause后面再来看 因为这个假设没有一些 这个机密在里面的话 你用get应该ok 然后我们里面就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name为a 也就是将来丢过去 我可以用a这个名称去抓到 到底user在这里面 输入什么东西 他会丢到a这个名称里面去 ok送出之后的话 那再来我要怎么get到东西 送出 那基本上我是 丢给一个叫cycle2 刚刚是cycle 我这边多个2把它区隔一下 后面一样传a等于0 那这个地方 假设我丢给他嘛 确定是 所以一 如果你要做个表单的话 你就在这个templates里面 做一个这个表单 ok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那你必须要跟他讲说 将来如果说我要进到这个表单 我该怎么进到这边 让他显示出来 所以你还是一样 这个表单要显示的话 一要在UILS里面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跟他讲说 这个网址上面 如果我输入cycleform之后呢 他可以让我显示我要的表单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cycleform在这边 另外的话跟他讲说 当我执行的这个UIL 这个网址之后 他要对应到哪一个方式 那就是我这边有多一个叫cycleform 所以cycleform里面的话呢 那我里面主要写什么 主要就是把这一个表单 给呼叫出来而已 所以其实cycleform里面的话 里面就一行 叫return 把那一个表单 特别重要 把那个templates render 里面的话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把这一个表单 从cycleform里面呢 帮我把它丢过来 那这边的话很简单 就是一个render 把这一个request后面加一个什么 把刚刚做的html 帮我怎么样 把它丢过来 它就显示出来了 当然呢 我们前面还有其他的范例是说 如果你要产生这个画面的同时 丢相关的变数的话 有个local 小瓜 但目前因为我们这里面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变数 所以不需要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显示出来之后的话 再来另外 因为我这个表单里面 就需要action 将来如果这个东西执行 要丢给谁 我这边用 不用cycle 我用cycle2 所以一样cycle2也需要的吗 再建一个什么UIL 所以一样的方法 就是在UIL里面 会需要有一个cycle2 指定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function cycle2 那在views里面呢 同样要建一个所谓的cycle2 它要做什么 接收 不过接收的话呢 只要有request 跟cycle不太一样 cycle是因为上面有一个网址 斜线词 那这个的话呢 直接用request直接接 接的方法 大概正常可能要记一下 get一定要是大写 那接到之后 一样做respond OK 所以我把它分开来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也许第一阶段 就是先是什么cycle 如果你这个ok的话 10斜线 Enter 这个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就是把什么呢 把表单做出来 表单 phone Enter 让它可以输入 然后送出 送给谁 送给cycle2 这样都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边总共呢 会有三个 所以最后的话 应该会有三个url 这边要必须改 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有三个function 还有一个html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切一下 所以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没有表单 第二阶段就是把表单做出来 试一下这部分 那 我可以试一下 那 我可以试一下